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知汉林小姐家到有失营后望小姐见谅 客气了 你就是这儿的掌柜吗 小人姓刘 是这家书破的掌柜 好 那我问你一件事 顾灿顾羞才的无中俊才诗集录 为什么就不应了呢 回小姐 这件事情另有隐情 如果您不急的话 我慢慢给您回 不急 你慢慢说 人家把读书当正式 他们俩把读书当背负 书读不好也不罢 天底下又不是只有读书一条路 怕的是书没有读好 反要以读书为近身之机 这不是其实道明又是什么呢 那不是有大妈啊 对啊 你是说刘府上的公子啊 没错啊 是他妈的 坏小子在年间还偷不过家个子呢 是 不行 我得少他见 老大 你好风光啊 行妈妈 您认识我呀 回头啊 您替我向邻居们都问问好 看上去 这是怎么话说的 那叫你一声就给钱呐 柳大公子 咱们都是老邻居了 今后啊 我柳五柳 还望乡亲们多多支持啊 柳大公子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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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 多多的也有道理啊 哎呦呗 看上去 你是不是叫声就给钱呐 快呀 快去接 不要紧张 快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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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着 拿着 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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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公子 给给给给给 叫他要去 来来来来 都有 来来来 都有 来来来 都有 来来来来 都有 来来来来 都有 来来来来 这边来 这边来 都有都有啊 到那边 都有到库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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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到库子 这 来 都有到库子 这 这么说 车流二人 就让自己有钱有势 把别人印的书停了 印自己的书 回小姐 这也不是小的愿意的 实在是被逼无奈呀 实在是被逼无奈呀 那你去把 无中俊才的诗集给我拿来 我就不信印不出来 你快去拿呀 好好好 好 那怎么我成了小心眼了 那我一直把你竟如兄长 那可你也不能就这么抢我风头 压你兄弟吧 这怎么抢你风头了啊 人家跟我打个招呼 我怎么着也得谢谢人家 来了 实话对小姐说吧 这本书想印也印不出来了 只因这无形的纸 已被车柳二人包了 没有纸想印也没办法呀 难道就是为了印这臭书吗 认识你的你都给钱 这 你热闹了 你把我搁一边了 让我这脸往哪放啊 你这话我就不外听了 要想风光还不容易吗 想折呀 我扔钱 你扔银子呀 这钱使到了 他就风光了 行 这哥哥你说的 好 咱们比这 来 小姐请 小姐 掌柜大 我说掌柜大 掌柜大 干嘛啦 刚才有人来过 对啊 是不是为小姐 是啊 谁家的 就问这事 对呀 对呀 汉林院的千金小姐 沈婉娥沈小姐 哦 果然 果然 果什么然哪 这不是果乱哪 赵兄 赵兄 幸会 这书生就是不一样啊 大老远的就知道我要来了 这礼都行好了 等着妈妈我呢 我 别起来啊 救手再行一个 给我们婴儿 千妈妈请 这是我们小姐的丫鬟婴儿 婴儿小姐请 婴儿小姐 请用茶 好 夜后交陪明月 陈前命对朝霞 喜尽古今 仁不倦 江之醉乱 岂堪夸 原真的事 婴儿小姐 真是好学问哪 不敢当 依这先生 像婴儿这样的身份 倒是不该吟诗送辞 得管七茶倒水就对了 哪里哪里 诗词歌父 怎可以身份而论 精心会议者 才是诗的知啊 想你在车府 虽未下人 但义父的灵气 大概都汇集于你一身了 怎可 只汽茶倒水呢 先生 对车府颇有成见啊 成见不敢说 有幸见过 倒是真的 车府只有兄妹两个 父母双亡 你见过哪一个 见过哥哥 说句实话 完俗不堪 那妹妹呢 实在不是在背后褒贬人 恐怕也好不到哪儿去 为什么 婴儿小姐 你想啊 这本是同根生嘛 怎么会结出两样果呢 说得也有道理 贸然问先生一句 好 请讲 先生 觉得我这个车府的下人如何呀 你 婴儿小姐 小生也说句实话吧 谢某虽未生在观怀人家 可世面也见过一些 可自看到小姐的第一眼 小生我就觉得大开眼界 婴儿小姐 在下实在是心有所动 见了你就激动 有些话也就不躲藏了 请恕在下直言 不妨姑且说之 古话有十步之内见芳草之说 想我解婴已经活了二十有余 行的路也有千里万里了 何止百步千步万步 真是一颗芳草未见哪 今日见到婴儿小姐 如坐春风 如饮甘露 如玉天仙 如生九天 实在是心有所动 很心动 激动 先生慢些 先别动吧 小女子还有一句话想问 请讲 按先生的道理 撤伏乃是一家俗人 像我婴儿这样的下人 岂不是俗上家俗了吗 有其兄必有其妹 有其主必有其仆吗 也不尽然 眼见为实 眼见为实吗 你哪有一点的俗相哪 那这就怪了 先生为何对未见之车下小姐 有如此的评价 这岂不是太不公平了吗 婴儿小姐 恕在下之言 见了你 还管什么车下小姐不车家小姐的 她车家义府人世俗也好 衙也好 全都不是在下所想 在下心中只有一件事 请婴儿小姐救我一命 先生不可 先生不可啊 婴儿小姐 先生不可 先生不可 小姐救命啊 婴儿小姐 婴儿小姐 先生不可 婴儿小姐 先生不可 婴儿小姐救我一命啊 先生 婴儿小姐 先生不可 婴儿小姐 先生不可 谢先生 你可真不惊夸呀 知道我又来了是不是 那也不用行大礼呀 快起来 钱妈妈 救命啊 钱妈妈 我再出去一会儿 就要出人命了 谁呀 谁呀 是不救你们俩吗 谁要你的命了 钱妈妈 小可请钱妈妈做主 小生 此生 非英二小姐不娶 你要是不答应 我就不起来了 读书人要是不讲题礼了呀 那就更不讲理了 我说你可真够赖的啊 好 话你可听明白了 没我可以做 我总得问你几句吧 请讲 依娜 我们可都是车府的下人 我不管你是什么府 也不管你是上人还是下人 好 你是个读书人 也许将来有金榜提名的那一天 真的要是骑马游街 披红带花了 你这个主意改不改呀 我 我就是中了状元 做了宰相也不改 这话嘛倒是挺实诚的 只是这婚姻之事 当是你恩我爱的才好啊 你这是一厢情愿了 我也得问问 婴儿小姐的意思啊 是不是 婴儿 婴儿啊 谢先生你也见过了 她刚才那么寻死觅活的 你也知道了 你倒是应不应啊 给妈妈我一句话 倩妈 话还不到该说的时候 小女子只想问一句 倘若我就是车府的小姐 乘上公的妹妹 谢公子如何看 你是看人呢还是看名分 我不管你是谁 我绝没有二心 倘若你真是车家小姐 谢婴 谢婴说错了话 到了那天我就效法古人 我父亲请罪 好 你就等着这天吧 前妈 咱们走 跪着吧 跪明白了算 我 车家小姐 最多是个想当小姐的丫鬟吧 欣雅先生在吗 有人吗 来 小姐 小姐 依我看哪 这人鱼啊 他不错 但是鱼的还真是不造作 倒有几分可爱之处啊 他哪有什么可爱啊 简直是可恨 恨也遭人恨 你瞧啊 他为了讨好你什么都说 他不想他为了讨好啊 反而把人给得罪了 大大的得罪了 不单是可恨 简直还有几分无赖 这怎么讲啊 您说怎么说 第一次见面他就 他怎么了 怎么了 怎么了他 你不都看见了吗 他给你跪下了 跪下了 就是跪了 那也够无赖的 算了小姐 咱不理他不就跪了吗 犯不上跟一个闲人生气 那倒也不是 你看他又不是了 那到底怎么是啊 您不是说 他鱼的真实吗 哎 就这点那还舍不得呢 好 那咱再跟他交往交往 可是啊 有一句话啊 不能太便宜他了 姐妈您说的真对 你老吱吱吾吾的 我再说不对行吗呢 妹妹好 前妈妈好 哥哥 你怎么了 拉着个脸 没事 没事 拉着个脸好看啊 怎么着 你到底怎么了 说话呀 没事的 你要再说没事 那我们可就回屋了 妹妹妹 妹妹 妹妹 哥哥我车上宫终于想明白了 我恨我自己 怎么了 慢慢说 妹妹 哥哥我这么好的家境 不好好读书 不给妹妹你争脸 后悔是我知下姑 不悔 不悔啊 苏老连二十七岁发愤读书也不迟啊 哥哥还没到悔的时候来得及 哥不哭啊 我对不起我自己啊 不算什么 关键我对不起妹妹你啊 害得妹妹你提起这个哥哥 就脸上无光 哥你别这么想 你别哭 小姐啊 您别哭啊 她这是开篇 正初啊还没开史呢 您听听在哭啊 背不住啊 又是借钱 妹妹 我从今后啊发愤了 再也不问您借钱了 新鲜了 那借什么呀 借书 更新鲜了 妹妹 人家都说你的诗写得好 你把你的诗集啊 借给我好好读读 怎么着 学会你的一半也成啊 哥哥 你有这份心就好啊 此家的诗集还谈什么借呀 我这就给你拿去 哎哎哎哎哎哎 可有一句话啊 毁王之语 可不能传给别人了 我自己看不传人 哎我这就拿去 哎哎哎哎 前妈妈 哦婢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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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ductive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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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ightness 嘿嘿 嘿嘿紅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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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起这口恶情 我心里就难消 只有以诗文打动他的心了 对呀 以文章拜 以文章取胜 看来只有如此 好主意 谢兄 你看这样行不行 刘大 刘大 你来干什么 你还嫌自己不风光 风光哪有嫌多的 白了自然有事 有事 你不该是来送诗稿的吧 算你说对了 我还真是来送诗稿的 什么 刘大 我们可是有缘在先的 我妹子那么高的才学 嫁给你也就嫁了 那沈家小姐可是你答应我的 你还来这儿送什么诗啊 我原来原来也是这么想的 可是你呢 一不让我见你妹子 二不找没人来说和 凭什么我就相信你呀 现在我改主意了 我那么好的一个妹子 能随便就让你见吗 那我这儿做哥哥的不是得太贱了吗 再说了 那找没人也是你的事啊 哪有女家找没人的 告诉你啊 你要是脚踩两只船 那我可不答应 是又怎么样 吃果子谁不见好的吃啊 你 反正沈家小姐我是看见了 我见她心情好得很 好好好 你这个重色轻友的家伙 你吃这碗里的 你看这锅里的 你要这样 本少爷可不饶你 嘿嘿嘿 你不能去 我就要去 你不能去 我要去 你不能去 我就去 我这哥哥 甭打了 你看那还一个呢 快走啊 学生给恩师见礼了 好啊 请坐请坐 怎么 你们三位是约好了呢 还是 啊 我们三个是各自来的 恩师一直带我们恩重庐山 学生实在是想不仅拜于门下 进而想列于门内 早晚侍奉日日聆听教诡 这乃学生之大幸 对了 这是学生的诗文 还望恩师多多指教 列于门内早晚侍奉 有这话吗 老夫倒是听出来了 很好很好 车贤职呢 呃 晚生与柳兄的意思一样 话就不多说了 这是我的诗集 也有诗集 皇上啊 很好很好 你们都很用功 顾秀才 你该不是这个意思吧 学生原只想以诗请教 看这趋势 其甘落于人后 这是学生的诗集 还望老师定夺 也请小姐验看 今天是什么日子啊 没想到小女还满抢手的呢 好 诗集我都收下了 你们都很捧老夫的场 可是呢 我话又说回来了 女儿只有一个 夫婿呢 也只能招一个 到时候只能三曲齐 乱了 考试作弊做出了喜事 这喜事又闹出了误会 婚姻这事啊 不可强求 老爷 您这是在挑姑爷呢 这比挑姑爷还难呢 爹 爹 爹 我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呢 这么急急忙忙的 把女儿叫来 您就在这看书 可不是出事了吧 出什么事了 你的终身大事啊 这事还小啊 爹 那有当爹的 跟女儿开这种玩笑的 这可不是开玩笑 有的人想开还开不了 想笑还笑不出来呢 婚儿啊 爹早就说过 这姻缘得碰 爹这几年不是不急着 给你找人家 是时机不到啊 这不 时机一来 一来就来了三个 恨不得我有三个女儿要嫁呢 老爷 您到底选谁啊 就是选不出来 才叫你们来看看的嘛 好歹拿拿主意吧 爹 这种事您做主就是了 当女儿的 怎么好多嘴呢 话不是这么说 回头主我拿了 院也来了 你又不是不懂诗 你也看看 老爷 这诗又不能拿着当饭吃嘛 你说只要人好不就行了吗 我看哪 诗好人就好 你看 这个柳五柳的诗 什么 的确不错 他 我的诗呢 这偷金偷银 还没听说过偷诗的呢 这可真是件雅士呢 那依爹的意思 这姑秀才应该排第几名呢 依着爹 也就给他排在二三名之间吧 啊 老爷 我们要是想给他排第一呢 那不行 爹不同意 那太勉强了 爹 诗集这东西啊 可以抄 可以见 可以剽窃 哎呀 可以偷取 哎呀 不作数的 要公平的话 该呀 就应该当免医队才是了 爹开过文章会了 爹考过他们了 大概的情景也差不多啊 婉儿 你这是有成见吧 老爷 小姐的意思是说 香儿 不用你说了 爹 既然这事已经说开了 你又愿意听我的主意 那女儿就斗胆地再说一句 女儿想让他们三个人再考一次 既然是女儿出嫁 那就由女儿出题 女儿兼考 投名由您来选 到时候 不管是谁得第一 女儿都嫁他 婉儿 有这个必要吗 你这是不相信爹啊 婉儿啊 你自小没了娘 我是又当爹又当娘的把你养大了 什么都依你 这次爹要是不依你呢 爹 你要是不依我 那女儿宁可不嫁了 你这是气话 你不嫁 做爹的还担不起这种闲话呢 小儿 你和小姐下去吧 小姐走吧 爹 不管怎么样 这次就听你一句话了 你这是逼我呀 好 我惯了你十几年了 这次我再惯你一次 这事我要是不依你 我不成了老糊涂了嘛 好 我就依了你了 真的 谢谢爹 小儿 走 柳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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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有闲心睡觉呢 得着信了吗 什么事啊 一惊一乍 又下帖子了 是汉林府 可不是嘛 这娶儿媳妇比考状元还难呢 又要开文章会了 开就开吧 你我二人谁怕谁呀 倒不是怕谁 但他终归不是个事不是 我怕是露了馅儿 哥哥 我就不怕 臭贤弟 我想好了 哥哥娶媳妇那事就紧着你了 我那边呢 只是去硬个井 哥哥 我就不跟你争了 哥哥 你不愧是我的好哥哥 我想好了 哥哥后天呀 就派媚人到你们家去取拔字 你真要娶我妹妹 怎么着 后悔了 那倒也不是 我妹妹的事呢 我可以做一半的主 要不这么的怕 什么时候我找个好日子 去请媒人 到那时候我一准给你们回去 这可是你说的 哥哥 我那边让了你 这边你要是再不乐意 这亲上加亲 可就变成仇上加仇了 我明白 我一定让你当成这个妹夫 这可是你说的 走 车兄 柳兄 看到我一部诗集了吗 没有 没有啊 没有 小姐 怎么样啊 人不在 她怎么又会不在了呢 小姐 我看她爱来不来 你说她要是真的不愿意参加文章会 就证明心里没你 一个心里没有你的人就是跟你没缘 一个跟你没缘的人 你为她着什么急啊 走啊 咱们回去吧 不 咱们再等等吧 咱们再等等吧 哎呦 你干嘛呀 嗯 香儿 你不会懂的 她心里越没我 我心里 就越放不下她 想死这东西 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这个东西我是不大明白 小姐 你不要哭啊 要不咱们到别的地方去看看 哎 哎 哎 香儿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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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见她走进去了 真的进去了 走 我们过去看看 哎 哎 香儿 你帮我看看 我脸上的粉掉了没有 谁让你刚才哭了呢 还不是你招的 我招的 我可没那么大笨手 哎 走 妹妹 这哥哥一辈子都没疼过你 啊 好容易疼你一回 你就给哥哥这个机会吧 哥哥 你别说了 父母不在 不听你的 那不是坏了礼数吗 你既然已经说了 那我只有应下来了 这就对了 那人不错 错不错的 还不是驾鸡随鸡 驾狗随狗 但有一点你得应我 别说一点了 就是十点八点的 我也答应你 妹妹 你说 妹妹我虽不是男而生 但也读过十几年的书 所选之人美丑不论 但一定要读过书 那是一点没问题啊 你是我的亲妹妹 我能拿这事开玩笑吗 她读过书 读得好着呢 好 那妹妹我就效法汉林家的规矩 所以没有三个人 就一个人 那我也要考一考 就考一次 在咱家 什么 也要考啊 这回可勾力不大一枪 这位仁兄 一回是状 二回是碰 三回就该是有缘了吧 谁知道你是不是 敢在这儿等我 你这人怎么这么不懂人事啊 相公咱们走不理他 让他那张丑脸丑死 就算是没缘 跟你说句闲话总可以吧 假 你给人的感觉 总好像世上欠了你很多战事的 你到底怎么过得不好了 说来听听 贤弟 我问你 你说这个世上 什么事最苦恼 那要因应而异了 如果你是个乞丐的话 吃不饱 大概是他最大的苦恼 我告诉你 我最苦恼的事 就是与小人为伍 我不想跟他们为伍 可偏偏每次都碰上 我 我认为啊 这与小人为伍 那就是浪费生命啊 生活就是这样 你可以躲开吗 我这回就躲了 你要躲什么 那神府如果再让我 跟那两个呆子 比试什么文章 我就不去了 躲 这回你可千万不能躲 就是嘛 为什么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这下可不好了 想挑的都不去了 不想要的全都来了 忍兄 不是什么有关系没关系 你写文章 跟我是没有关系 但是你想想 如果你不去 那以前的沉渊 还能不能洗啊 不能 既然沉渊不能洗 那你想想 谁能得利 那两个呆子 未成一时之气 不顾自己的名声 已是不至 竟然是小人赢的虚名 知千坤知道转 你是个求道之人 竟然如此地不顾是非 那 那你还是个读书人吗 你要是不去 那神府的小姐 就要在你说的 两个呆子时中选一个 那将是花容失色 明珠暗头 玉山秦岛 那你还算是有情之人吗 没想到 仁兄你表面看 玉树临风 那里 却是一个无情无义 无道无知的小人 安儿 咱们走 仁兄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再问一句 你是神府的什么人 别问了 问了心里倒落个病 反正啊你又不去 我去 我一定去 我要是不去 岂不真的让沈家小姐花容失色 那我 那我还算什么读书人 贤弟 为刚才的话 我自罚一杯 贤弟 我敬你一杯 为什么 为你的一些话 谢先生 谢先生 停停停 停停停 什么事啊 待会儿啊 您就在这个书馆里 千万别走 有何贵干呢 考试啊 作诗啊 还跟上回一样 待会儿啊 柳安会把这个题目拿来 您呢 就作诗一手 然后交给柳安 交给我就没事了 哦 对了 您瞧 这是银子 您把它收好 回头还有重谢 此番几人比试啊 就我一人 就我一个人 就你一个人 你跟谁比 这回啊 不比了 你不知道 我呀 要娶车家的小姐 可是车大呢 传过话来 说他们家 一定要考我 而且就在今天 你说这天底下的女人 不都怎么了 动不动就要考试 考自己的夫君 有什么意思 车家是否有个钱吗 是啊 你怎么知道 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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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干什么 问你啊 问我 问我 问我什么 他以为我是柳大 我说我不是 他还不信 哦 他把你当成我了 那更好了 待会儿啊 你就替我去考试 不就得了吗 不过入洞房的时候 换成我就行了 没兴趣 没兴趣 哎呦 我说你这口气可太大了 车家的小姐你都看不上 我看你是读书读糊涂了 车家有个丫鬟倒是挺不错 实在是红颜知己 难求 我说你这个人挺怪的啊 看不上小姐你看上丫鬟 啊 得 好好好 回头啊 我娶了车家的小姐 这丫鬟啊就归你了 对了 我不跟你多聊了 我得赶紧回去 准备准备啊 就这样了啊 我说兄弟啊 啊 这不让柳安跟进来 他这回头 那怎么办呢 我说你 那放心吧 这不有我在这儿呢 待会儿啊 提议出 我就把它给送出去 诗一道我就给你送回来 放心吧 那不就是我的事吗 兄弟 我怎么觉得想撒尿啊 下子 没关系啊 憋一会儿就到了 放心吧 全包在我身上了 请 是柳相公吗 在下正是柳无柳 柳相公 您可看好了 三柱香点在这儿呢 三柱香过后交卷 小姐的提议出在这儿了 大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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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来了来了 麻烦您给传一下 这传 这还就得我干 别人传哪 我还不放心不是 我传我传 来了来了来了 快看 什么提 樱桃花 什么 樱桃花 这叫什么提 樱桃花 这也太难为你了 你别管什么提了 快去吧 樱桃花 快去快去 樱桃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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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 樱桃花 快去 樱桃花 樱桃花 快去樱桃花 樱桃花 那倒是我做妹妹的 冤枉她了 你这么一说啊 我倒觉得没准了 我再去看看 能信吗 我去看看 这是考题 樱桃花 就三柱香的功夫 您晚了 那边就该收卷了 你见到车架的丫鬟了吗 没有 我刚走到门口就跑给堵回去了 可我听说车府的丫鬟长得都是美艳无比的 好 那就对了 只是听说 好 给她送去吧 时辰已到 柳相公该交卷了 大少爷 大少爷 来了 来了 钱妈妈 怎么了 时辰到了 该交卷了 好嘞 来了 仁兄 谢盘啊 仁兄 呃 建秀 祝介 好菜 勉强应付 散场了 请您先回一步 敬寇加音 敬寇加音 多多指交 好 钱妈妈 给 浅浅花开 撂翘风 小姐难敌 丫头宫 柳大师文先生作 留心旁人 绝字红 小姐啊 您先别光自己生气 那上面都写什么了 你告诉我 让我也生生气 开始写的还是樱桃 浅浅花开 撂翘风 第二句就不对了 小姐难敌丫头宫 这明明还想着没影的婴儿呢 第三句就更明了了 柳大师文先生作 第四句连我都烧上了 留心旁人 绝字红 说是提醒我 实在的不像是在效果我 钱妈 你说这不气死人了 果真是那小子写的 走 到书馆去找他去 钱妈 找人家干吗 咱自己的哥哥 连妹子的婚姻大事都能作弊 还有什么脸去找人家呢 那不找他 不找他 找谁去啊 哎 找你那哥哥去 哎 钱妈 小姐 你就别拦着了 这口气我非出了不可 哼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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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